狗狗满虫和湿疹的区别 皮肤病当中可能有两类是特别的想象 比如像皮炎湿疹和满虫 它们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都造成的就是 身体表面开始出现红疙瘩 然后这红疙瘩奇样无比 小狗抓脑是非常的厉害 并且这红疙瘩上面经常会出现冒血的头 血头 这个时候很容易破 但是 皮炎湿疹和满虫其实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满虫它是对于毛囊的一种侵蚀 你会发现它具有一个高度的传染性 而湿疹它只可能局限在某一个地方 某一块地区 那么满虫还有一个问题是 它容易造成 因为它清晰了毛囊 它容易造成了皮脂腺的异常分泌 这个时候往往会发现 它的皮肤油油腻腻的 有一种独特而浓重的那种油臭味 而湿疹往往它只是有一些水样的 岩性分泌物或者它只是发红 干燥有骚痒症状 所以最大的区别可能还是在于皮肤上的质感 有油腻于否